大家好 我是旺 提我就旺 今天這一集講些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看新聞呢 香港終於所有都免稅 就算我們內地人 澳門人 買樓我們都免稅了 那麼香港現在的貸款利率呢 都不用再加2% 甚至所有的樓宇 如果你夠錢供的話 都可以借到九成大約 最高九成 相比澳門 你現在買一層樓 國壓力測試要加2% 是不是跟香港以前的政策呢 加上現在所有的 無論你多少到的樓 都要給三成首期 三成首期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是一個嚴重的負擔 例如我們今天停車 你也知道澳門現在切車位 切得很嚴重 吃個飯 其實一個月的工資就沒有了 但是我們何來有錢呢 為什麼澳門現在還跟進香港以前的政策 而不是去修改一些政策 給澳門人可以上車買樓 難道澳門要全部住京屋還是社屋呢 有些人說澳門的京屋和香港的公屋有什麼分別呢 香港的公屋可以轉為民賣 而澳門的京屋只可以賣給政府 這方面已經有大大的不同 可能澳門的土地比較少 澳門的地方比較少 香港的地方比較大 香港做到的 澳門做不到 但是為什麼澳門要跟香港的計劃呢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都很想上車 但是外於給三成的首期 其實很多人真的負擔不到 好像阿旺那樣 喂 真是越越清 銀行戶口可能不超過六位數字 那你叫我給三成的首期買樓 還是結婚怎麼辦呢 我都怕難道我找過小甜甜 生活落無憂 大家說是不是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策基本上 有一點點存在的問題 我不是說去大衛政府或者是什麼 而是可以參照一下香港 其實減了那2%的壓力測試 甚至比首期可以九成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是供得棄樓 但是它給不起首期 那有些政府就說 喂 不如買保險吧 買那個叫做拿個基金出來 但是買保險是否真的可以保障到我們呢 它的保證利益和非預期利益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關係 那這件事值得我們深究 反而如果我們澳門人真的可以九成的 拿些錢每個月 真的四省四低供到層樓去住的話 反而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下一代至少都有層樓在這裡住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和不同意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加息的問題 喂 大家美國銀行減息 澳門銀行不斷加息 現在甚至去到三厘 而大陸都減息 香港又減息 為何澳門不減息呢 這個是我們很痛苦的原因 澳門是否真的如此與眾不同 以及與世界如此隔絕呢 澳門說一個大城市要搞直播 搞文化企業 之前要搞圓宇宙 搞貨幣 我們要推進先進的企業 但是為什麼現在好像落後了一點呢 這個是很值得我們深思和深厚的問題 阿旺今天的視頻到這裡 你喜歡聽繼續聽 阿旺每天可能講一些想講就講 拜拜